齐宇老师与洛亚他们相比谁强谁弱 一边是拳拳到揍的光头大佬 一边是传说中的奥特曼洛亚 这两位方的一起比较谁能刚上一层 本级连带创业来自于小伙伴宇宙天风 他的脸子高达400个 直接安排就完事了 看到光头鲁蛋齐宇的样子 给人的第一反应就是 垃圾地中地完全没有战斗力 不像帅七八七的洛亚 出场永远自带光环 气宇喧昂的样子 帅得一塌糊涂 要是齐宇老师有头发就好了 或许还会是个帅哥啊 比如这样 这样 或者这样 有没有感觉农农之中增加了几分帅气 如果帅气总分是100分给光头 打多少分合适呢 咱们来说洛亚 洛亚的皮肚虽然是2005年的造型 但是现在看上去依然不会过时 特别是那洛亚之夜 简直是画龙点金字笔 如果帅气值等于战斗力 那么齐宇与洛亚打起来也好比 一个是鸡蛋 一个是石头 但是啊 咱们不能被齐宇的外表所迷惑 齐宇的真实实力 那个是强到离谱 用一个字形容就是霸道 无论你是狼籍怪人还是龙籍怪人 都是一拳秒杀 从不脱离带衰 齐宇的拳头过于强大 打爆洛亚分分钟的事儿 这时候有机智的小伴就要说了 臭哪 小了 格局小了 你以为洛亚背上的翅膀是装饰品吗 呃 好像很有道理 如果洛亚使用洛亚之夜 直接穿越一词原语之后 光头齐宇根本无法击中洛亚 相反洛亚开一个大招 一个洛亚追踪 可以直接将齐宇封印到一词原封系里 让光头永不超生 所以啊 还是洛亚和他们更上一招 这时漫画道的小伴就要说了 超大 我可得共啊 一拳超了最新章节的齐宇老师 那可是一拳能够打破四元毕的哦 超越神明一般的存在 漫画里的齐宇确实又加强了 那个不是还没有拍摄动画吗 基于这种特殊情况 超越得出最终结论 齐宇洛亚打成平手 感谢小伙伴点这么做 超越是内耳加齐宇转